美式足球的漏气门 自从1972年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后 任何要企图掩盖不诚实行动的事件 都被称为什么门丑闻 美国美式足球联盟2014年球季夺冠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在冠军赛比赛结束后 被指控故意将比赛用球泄了气 不出所料 从球队老板和主教练到球员 和随队的工作人员 都一概地拒绝承认 在冠军赛之前就知道比赛用球被泄了气 没有多久 漏气门事件就立即被媒体大肆地渲染 尽管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背负着这件丑闻 他们最后仍夺得了第49届超级杯冠军 但漏气门事件的调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美国全国美式足球联盟宣布 陈储爱国者队的四分位汤姆·布雷迪停赛四场 并夺走了爱国者队在2016年的第一轮选秀权 和2017年的第四轮选秀权 同时还对球队处罚了3000万元新台币之多 全国美式足球联盟在裁决中指出 对布莱迪的停赛处分是基于他的行为有损于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连正性 和他对事后进行的调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在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官方规则里 是要求橄榄球要被充气到表压每平方公分0.88公斤和0.95公斤之间 规则并没有指明进行测量时温度的限制 在2006年之前 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习惯 是主场球队要提供比赛时所有的用球 而在2006年 该规则则被改为 参赛球队可以在进攻时使用自己的橄榄球 球队几乎只有在抢到对手漏接的球 或拦截到对手的传球后 才会用到对手的橄榄球 当时的汤姆布雷迪还反对这项明目张胆地 让四分位可以使用适合他们自己的橄榄球的规则的改变 一个充气不足的橄榄球 是比较容易地被掌握和传接 尤其是在寒冷的下雨天 更可能会减少漏接状况的发生 根据盖履萨克定律 一个在温暖的房间内充足了气的球 待到寒冷的室外 很可能也会失去些压力 然而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丹尼尔·马洛博士 在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 在研究了比赛时的条件和状况的范围里 没有特定的环境或物理因素 会让爱国者球队的用球减少压力 球压的减少 只能朝人为干预的方向来解释 评论报道对这样的初期惩处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评论认为这样的处分有点太严厉 而也有些评论表示处罚的恰如其分 助盖里萨克定律 定量定容下的理想气体的压力与温度阴沉正比